年初三尺口 根据集组 很多人都不会去人家家拜年 不少市民都会去到车工庙祈福 由于善信的数目 比起年初二的时候大增 庙内逼得水舍不通 大批警员和民安队在现场维持秩序 先由谭宇仲讲下车工庙里面的情况 在年初三来到车工庙拜神的善信 乐意不绝 无论是排队击鼓 转风车行大运 到少项祈福都人头涌涌 香火鼎盛 善信都被烟分到眼都抹不大 人多击碧有大烟 小朋友就最可怜了 有人甚至出栋枝巨型的香烛 为的都是希望新一年合家平安 在大年初三 一般的市民传统上都不会出外拜年 很多善信都会选择在这一天 来到车工庙祈福拜神 祈求我自己学业进步 长命八岁 大高长大 祝妈妈长命八岁 祈求平安 最重要是平安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世界和平 大家都开心 除了拜神 很多的市民都会买个开运风车 在家里放 看到这里生意一单接一单 相信最早在猪年发新年财的 都是在庙内买风车的店铺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 探与众报道 由于到车工庙祈福的善信越来越多 警方就在庙外架起铁马 实施人潮管制措施 为了疏到来车工庙参败的人潮 警方就在庙外用多重的铁马 分隔开出入的善信 又在附近几条主要通道维持秩序 而警方也都将部分车工庙的路封闭 警员在场指挥交通 未有出现大擠失 警方呼吁市民应该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前往车工庙参败 而很多市民和旅客 也都去到黄大师庙拜神祈福 有封车档的档主就说 今年的生意不是那么理想 旺丁不旺财 张晓明报道 警方一早就到黄大师庙 作好人群管理措施 庙外和庙内都摆满铁马 在场的工作人员 也都不时提醒市民 要将香烛举高 不要弄傷人 庙内香火鼎盛 不论长者 年轻人 甚至小朋友 个个都诚心祈福 希望诸年事事顺境 由北京来香港旅游的林先生 就专程来黄大师庙拜神 也都有人每年都陪家人来 通常每年都会求的 求每个人自身工作家宅 来拜神的人这么多 风车档的生意又怎样呢 不是很静的 今年都静了很多 那一个15元 平时的生意 起码跌了五成 得过多字 没人买东西 但有售卖猪年精品的档摊 生意就不错了 有风车档的档主说 今年这些金珠特别好卖 因为市民都觉得它够好意头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张晓明报导 一间香火鼎盛的庙宇 要运作得顺顺利利 其实全靠庙竹在背后管理得好 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下 他们平日的工作情况 每座庙宇都有一位庙竹 负责统筹和营运庙中的大小事务 华人妙宇委员会每两年一次 以投标的形式 将妙宇判给妙竹管理 妙竹需要自行聘请 包括清洁打掃 解签师傅 和售卖香竹的工作人员 要成为妙竹 就要先通过委员会的面试和筆试 求神的时候的一些仪式 他一定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 我们才会考虑外判给他 虽然妙竹要自负盈亏 不过香油箱的捐款 是由委员会直接管理 一般都会用作维修和慈善用途 目前全港只有十多人 从事妙竹这个行业 肯入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始终这个行业 参与的人一来不是太多 如果是年轻一辈参加的 可能更加少一点 原来现时我们拜车工的地方 并不是真正的车工庙 在它背后的这间寺庙 才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车工古庙 由于已经被列为古迹 不再对外开放 所以在1994年 建成现时的车工庙 被善信参拜 平日大约有两三百名善信 不过到了年初二和年初三 就会激增到大约每日八十万人次